上个星期二的时候 维基揭秘公布了中央情报局的机密资料之后 前中情局的高官就认为 这是中情局内部出了内阶 美国国会的议员也认为 有必要要彻查美国情报部门的人员的状况 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请美国真心记者黄耀逸 来介绍 欢迎耀逸 为什么现在维基揭秘 泄密案现在有人认为 甚至他在内部的高官 前高官都认为是内部人作案 对 我们知道最近这个泄密案很多 然后经常我们发现除了外面的黑客攻击之外 其实很多其实是内部人员自己泄密的 那么在这一次我们看到 这个前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 他叫做莫瑞尔 麦克尔莫瑞尔 他在周末的时候他对媒体就说了 他说他认为说 今天维基揭秘所公布的这个7号宝库 这个Volt 7里面的资料 其实是只有中情局内部的人员 以及内部的网络才看得到的资料 所以之所以会往外流 一定是内部的人员干的 那么上个周末我们也报道过了 白宫发言人斯派瑞尔还有说 他说川普总统认为说 中情局的科技的系统需要更新 因为已经太过落伍了 不过刚才我们讲的莫瑞尔还却认为说 这不是说你的技术或电脑上面 要做更新的问题而已 是你的保安措施本身就出了状况 他说今天这里面的这个泄密者 第一个他到底是正式的员工 还是他的合同工 以及他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么多的 这么大批的资料 并且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例如说是用USB的Drive 还是一个Hard Drive 把它给copy出来 在copy的时候 为什么内部的电脑没有警觉到 这些问题都必须要来解答 所以他希望中情局的高官 还有国会议员可以来 最方便查的水落石出 那么另外一个 从今天在中情局里面担任 20年情报员的 他的名字叫做葛伦卡尔 他也说了 他说泄密者是合同工的 可能性很大 他怎么说呢 他说对合同工的安全 以及专业的要求的 标准是比较低的 但很短的时间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 能够进入中情局 来接触到非常敏感的资料 但是理论上应该要以 对待正式员工的标准 来对待这些合同工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子做 那么根据路透社也报道了 有两名不愿聚名的 中情局的前高官员表示 其实他们在去年里 就已经知道了 这个泄密案的产生 那么他们现在也跟中情局 有关的合作的合同公司 以及私人咨询公司 来合作 叫这些公司来撤查 他们员工的电脑的记录 他们的电子邮件 及其他的通讯的设施 来看看是哪些合同工 泄露了这批的资料 我们刚刚讲的国会议员 美国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 资深委员 范斯坦参议员 他也讲了 他说政府必须要来撤查 他说我们真的要来看看 美国政府员工当中的合同工 因为如果你是在 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的话 那么你必须要对美国忠诚 不然的话 你就不要做这份工作 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 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 两个大泄密案 斯诺登 还有去年的哈罗马丁 他们都是受雇于 这个咨询公司 叫做博斯艾伦咨询公司 现在这个公司也受到 很多的火力的批评 很多人就批评说 为什么你要用合同工 不用正式的员工 那么在这方面 刚才我们讲的 路透社报道 也访问了一个 美国情报界的高官 他就讲了 其实这是你政府 你要小政府的结果 就变这个样子 因为我政府的预算删减了 我没办法来雇用 正式的联邦政府员工 我只好向外去雇用合同工 那么导致了 现在的合同工 在政府里面很多 虽然联邦政府的员工 是减少了 看起来是小政府 但其实合同工的人数变多了 那么很难以相同的标准 来要求他们 所以这也是一个 为了省钱而出现 那个意想不到的 泄密案的结果 实际上就是联邦政府 把很多非常重要的一些项目 把它外包给了一些科技公司 那么说到这儿 就是维基揭秘公布的 这些资料当中还提到 有许多科技公司 它本身的产品就有漏洞 那么这个问题 对他们本身 对这些公司本身 又对美国的国家安全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知道这些很多的科技公司 在维基揭秘的揭秘之后 就非常的紧张 就马上纷纷表示说 我们会来修补这些漏洞 或是我们会来配合 修补这些漏洞 不过直到今天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礼拜了 还有很多的公司 并没有收到 维基揭秘的通知 包括了像卡巴斯基实验室 谷歌 趋势科技 Avest 科摩多集团 小红散等等 网络安全公司 都没有收到维基揭秘 给他们的这个资讯 所以他们也在希望说 能够进一步看看到底要怎么来修补这个漏洞 那么我们刚才也讲到 像这个苹果公司 他们已经讲了 其实这里面的资料都是旧的资料 那么他们早就已经修补了 像刚才提到的Avest公司的副总裁 他叫做西安尔安 他就说了 其实维基揭秘的 所公布他们的产品的漏洞 早就是公开资讯的 也是在两三年前 他们就已经修补好了 并不是中情局去黑他们 以后才发生的情况 所以说请这个消费者也不用担心 那么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公司 像刚才我讲的趋势科技 还有其他科技公司 现在也表示说 虽然维基揭秘没有主动跟他们联系 但他们也愿意来跟他配合 修补他们产品的漏洞 好的 谢谢邀野 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 来到节目中介绍线细情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